每年截图的旅行家大会都可以称得上是汽车家文旅横跨两大业态这么一个IP盛会 那今年呢此次大会又升级成为全球slogan了 此次大会会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千名玩家参与其中 内容可谓是一彩分成 三天共举行十余场这么一个丰富多彩的活动现场 那作为此次大会重要组成部分呢 截图汽车跨界共创这么一个和平精英改装车 也将会在此次大会上亮相 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相当期待此次大会盛况了呢 那下面呢就跟随我们镜头一起来去看看吧 走 11月8日2024截图汽车全球旅行家大会在福州拉开帷幕 此次大会以旅行见世界为主题 邀请了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旅行玩家 活动现场 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尹童岳通过视频致辞 表示截图正走向世界 中国的截图也是世界的截图 未来世界越野看截图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国中指出 截图胜而全球形象世界 要与世界同行与用户同行 因令中国旅行越野文化走向世界 截图汽车自品牌发布以来坚持旅行家战略 以用户思维打造产品布局生态 今年9月和10月 截图连续两个月销量突破6万台 以10月累计销量突破43.9万辆 同比增长89.3%稳步迈入中国SUV品牌头部阵营 并将提前完成年销50万辆目标 未来截图将打造全球第一电汇越野品牌 让全世界爱上中国式越野 大会期间截图发布了G2LIFE全球生态品牌 该品牌依可成 可野 可玩为核心理念 构建全球首个全链路旅行加生态圈 链接有趣灵魂 共享其去旅行 截图还联合全球顶级品牌 推出多款生态产品 并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王笑宇发布中国汽车旅行白皮书 公布2024年中国十大自驾游热门路线 同时截图重磅发布全球用户品牌截图同行traveller通过全球化用户运营体系 为用户创造更愉悦的出行体验 实现用户价值与品牌价值的双向赋能 截图汽车还面向全球用户发布了价值14亿元的旅行礼包 并联合discovery探索频道 猎豹保护基金CCF开展守护猎豹全球公益项目 本次大会上截图JMK首款游戏IP定制车型和平经营战神版正式上市 售价23.99万元 购车可享受五大惊喜权益 此外截图JMK还推出了和平经营空头帮 和平经营战神版由截图JMK与腾讯游戏光子工作室炒改工创 实现了国风竞技与传统美学的深度融合 未来截图将迈向更大的舞台实现更高的目标 继续以旅行家战略引领方向 以产品和生态航实根基与全球用户同行 共创共享更精彩多元美好的旅行生活 将截图汽车打造成全球旅行越野文化的中国名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